最后人称之为华言是师尊根本发了圆满的大教 没错 确确实实他们选择头大 华言确确实实是佛家教学的概论 一切经都是华言某一个部分 屁数 总说在华言 这华言是根本的 那么然后再看到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跟华言经再做一个比较呢 这些人看出来了 无量寿经敌 为什么呢 华言经到幕后的圆满成就 是普贤菩萨设大愿望到归极乐 原来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才圆满呢 才成就啊 如果没有普贤菩萨 劝导大家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华言就没有结论 没有结果啊 无量寿经低了 把华言比下去了 无量寿经 向老居思 把他分成四十八瓶 这四十八瓶经 那哪一瓶第一呢 我们再继续找啊 找第一了 这是自古以来 祖师大德都肯定的 第六瓶 四十八院 四十八院是全金的核心 这是第一了 四十八院有四十八条 哪一个第一呢 再找吧 这也是古代德公认的 第十八院第一 十八院是什么呢 念佛 灵命宗实 一念深念 必定往生 然后我们才 恍然大悟 名号功德 我们逐渐体会到 四十八院 就是第十八院的诸解 无量寿经 就是四十八院的详细说明 大光光佛华严经 是无量寿经的